好小朋友下面呢我们开始读第十七课梦想的力量 在之前呢我们还是读一读课前的一段话 一位老人在生死关头舍己为人 他的心灵多么高尚 下面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孩子的事 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他那金子般的心 莫读课文想一想瑞恩的梦想是什么 他是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联系实际说说读后的体会 还可以把自己想到的写下来 好了那么这个孩子是谁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 是什么样的梦想 怎么实现的 小朋友我们读了这篇课文 我们同样被六岁的小男孩瑞恩所感动 六岁的小男孩心中就有一个梦想 而且呢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一直在坚持着努力的做事情 实现梦想 那么这个小男孩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读 我要给非洲的孩子挖一口井 好让他们有干净的水喝 大家看这个梦想很朴素 就是挖一口井 让非洲的孩子有干净的水喝 然而就为了这么一个朴素的梦想 我们看这六岁的孩子做了什么事情 要捐七十块钱 那么他怎么去捐这七十元钱呢 不是找妈妈要 他是用自己的劳动 用自己省下的钱来捐钱 你看他做家务 或者是不看电影 帮助别人去捡松果 捡松枝 并且呢自己获得好成绩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挣这七十元钱捐出去 是他自己努力获得的七十元钱捐出去 而不是找家长要钱捐出去 当这七十元钱终于捐出去的时候 他又知道了 其实啊 要做这件事情 七十元钱是不够的 要捐两千元钱 才可以做好打紧的事情 那么他又有了自己的心愿 我要干更多的活 我要把这两千元捐出去 你看他给自己的力量 也影响了大人 影响了更多的人 以至于全国的小朋友都来捐款 都和他自己一块做这件事情 到最后 当六岁的瑞恩知道 钻一台钻井机 把这件事情才能做得更好 他没有动摇 更加坚定了 我要攒更多的钱 做这件事情 你看 他一个人的力量 最后变成了全国小朋友的力量 他一个人捐的七十元钱 最后变成了大家共同的集资 和小朋友们互相通信 沟通情感 做好这件事情 我们说 一个人的梦想产生的力量 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呢 这一个人的力量感动了更多的人 感动到全国小朋友 一个人的钱变成了大家的集资 你看 这个力量多大 它产生的作用多深远呀 到最后 真的 井打成了 梦想实现了 那么今天咱们读着这篇课文 我们看着梦想的力量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从这个梦想中看到的是 这个孩子的责任和使命 从力量中看到的是 他的梦想给他带来的 踏踏实实做事 坚持做事 这份力量 当我们看到这份责任 这份使命把自己都感动了 感动了更多的朋友 以至于产生的这个力量 都感动了整个非洲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 这个小男孩太了不起了 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的梦想 他竟然动员了千百万人参加 这一个人的梦想 成了千百人参加的事业 我们知道 最后瑞恩 他都成立了一个瑞恩基金会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基金会的筹款呢 已经达到了七十五万家元 而瑞恩这个小朋友呢 他也被评为全北美洲十大杰出英雄少年 大家看 这一个人的力量 竟然成了全国小朋友的力量 最后呢 大家把瑞恩称为加拿大的灵魂 我们看 他是加拿大的灵魂 这个灵魂 为什么称他是灵魂呢 他动员更多的人去做公益事业 把爱奉献给他人 奉献给社会 奉献给世界 我们看 读了这篇文章 梦想的力量 也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把自己心中的梦想 拿出来 和大家分享 把梦想带给我们的力量 传达给所有的人 带动我们的社会事业 这份梦想 多有意义啊 好 小朋友 这篇课文 我们读起来 觉得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感动 我们也可以发现身边的小朋友 他也有让你感动的事情 我们自己也做这样的人 做好自己的事 做好社会的事 做好公益的事 好 在读课文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这些字 字音呢 我们把它读正确 比如说这里边 木捐的木 泵 水泵 泵 还有爹 好了 那后边呢 我们看到读读写写 这些词语呢 是来自于课文中 我们读的时候呢 还要把它带回课文去 读每一个词语 想一想 在哪篇课文中出现 哪些句子中出现 这样对于我们理解和运用 都是有好处的 读读记记的词语 同样是这样 不过呢 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 在口头语言和习作中 能运用 是最好的 那本组课文呢 我们就读到这里 给大家看